身体就发黄 然后当时 因为我媳妇是医院里面的 她觉得她身体有点问题 然后就让她去那个 治二那边去做检查 结果发现就是肝功能受损 然后后来我这边问了一下 她大概的情况 她说这段时间也就吃那个口服液 然后我再去跟医生联系一下 医生的意思就是说 看目前这种症状的话 是那种病理性的那种肝损伤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 吃外在的一些药啊 或者说口服液导致的 曹先生的母亲当时住了九天院 现在已经回老家湖北养病了 出院诊断的第一项写着 亚籍性肝衰竭 曹先生说母亲今年57岁 没有什么慢性病 平时也不吃药 就是之前想改善挥指甲 被人带去了杭州滨江浦岩 莲中街一号这家乐泰量甲 他们这条挥指甲 先把我妈的那个挥指甲拔了 然后又跟我妈说 说这个口服液 然后能够促进他的什么 反正就是一些什么血液循环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能增强 增强你这边脚步的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一些东西 然后就说能够治疗那个挥指甲 然后就给他推销了这个口服液 曹先生说的这款不绝小口服液 有国家食药间批准的小蓝帽标志 属于保健食品 一盒有六支 曹先生说母亲一下子买了七十盒 花了八千多块钱 算上其他东西 总共花了将近一万块钱 这口服液上面明确备注的是一天两次 一次两支 但是他们这边的店主却说 因为我妈的挥指甲比较严重 所以他让他一次吃六支 相当于是过量使用 而且是连续服用 每天都这样吃 疗效也不对 按照他那个口服液 那个包装说明 说到使用疗效的话 他只能改善睡眠 根本就没有店家所谓的那一些 什么能够促进什么血液循环 治疗挥指甲这种疗效 曹先生说母亲一天喝一盒口服液 连续喝了一个月 就因为肝衰竭住院了 找到连中街一号这家乐台晾甲 没有开门 卷扎门上贴着告示 说是休息几天 开门另行通知 留了一个联系电话 年中间已经转掉了 然后是另外的人在 做工厂站还会开院呢 原先那个事情的话 就是完全交给那个 有一个男的 然后你有事情的话 你找他吧 这个是通过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从而改善身体 这个可以改善你 指甲的一个生长结构 然后从而修复 小刘后来挂了电话 没有再接 口服液的厂家是 哈尔滨乐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先生反应给了客服 甲床坏掉了 下面血管是堵着的情况下 它的目的是先把这个血管打通 给血管通了 营养物质才能输送到位 然后才能长出健康支甲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那店员怎么判断 就是说到底用多少的量呢 因为我们店里面呢 是专业的老师 都是经过严格培训之后 才能上岗的 他们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根据这个顾客的 这个支甲严重程度 甲床的损快程度 可以大概判断出来 比如说前期 他可能恐服几支 能达到效果 不觉醒恐服产品呢 它是属于国时建制的 它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不会伤肝伤肾 如果服用的剂量大了 会不会有这种影响 正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位客服表示 顾客在支甲生长期 店员可以指导加大用量 一次四到六支不等 曹先生提出 母亲住院 花了五万左右医药费 在店里还存了价值 五千多块钱的口服业 他要求退款并索赔 客服记录了情况 表示会派专人答复 后来曹先生反馈 厂家答应退还余额 并额外补偿五千块钱 他要再考虑考虑 188黄剑记者报道